中央宣布全国中小学 于111年夏天前全面装设冷气 323亿经费将列入前瞻计划预算 本县国中小冷气装设 县府也从善如流 在108年地方教育发展基金 预算编列3000万元 补助本县各国中小 办理普通教室装设空调设备相关费用 对中央此一政策县府配合 一会请县府就相关配套与实陈规划 如总经费的概估 各校施作的顺序 区域电力系统的负载评估 供其电力契约容量的签订 安装完成后冷气使用标准 后续硬体维护与折旧财务分析 收费方式与标准等行政作为 都应积极盘点 排列顺序逐期办理 预计在明年2月就可以完全完工 明年的2月份之前 完成这整个冷气的装设 达成斑斑有冷气的目标 那总共经费是由中央的补助 全部都中央补助 2亿4千多万 那未来装设之后 我们大概也会制定一个 冷气使用的管理的一个要点 那县府那边也会针对目前 各校所装设的冷气 它会设算一个 辅助的一个经费的一个标准 那到时候我们会依照这个标准 然后请学校切实来 有效益的使用这个冷气 另外之前中兴国小 应建造地下停车场 导致有噪音问题 经议长流程昭临建议下 也已完成装测冷气 让学童能在安静的学习环境下上课 有一些噪音 有一些灰尘 那透过这个家长的反应 那有一些议员也到 艺术团队来做执行 但是个人认为说 只要我们政府 只要我们大人 多用一些心 多用一些脑筋 多用一些心 其实这个都能够一任何心 只要用钱能够解决小孩子在上课的一些不舒服感 一些噪音的话 那你花再多的钱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那个目前我们的中兴国小 马公国小 因为在目前是在 披荐整个我们地下停车工程 那施工期间 对于学校的一些 不管是这个它的造成的一些噪音 或一些粉塵的一些影响 对学习有些影响 那所以说我们在县政府的相关单位 包括建设处 包括我们教育处 都有针对跟学校校方 有掌握这些问题 经过多次的一个讨论 那也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那目前中兴国小 我们是有装塞冷气机 然后加装防塵的设备 隔音设备 目前整个大概在已经在上个月 都已经装置完成 在相关使用的设施 县福要求各国中小人 应善加管理 以合理使用 绝不浪费为原则 不能让电费无限上增 培养学生珍惜资源 与收到节能减碳观念的成效 记者陈荣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